為推動忠誠學習 表揚社教有工人員 教育部今天頒發社教公益獎 這個獎的設立 是對每個從事社教公益 努力不懈的朋友 一點小小的鼓舞 大家從得獎的名錄跟詩季裡面 可以發現 來自台灣不同的地方 不同領域不同屬性工作人員 投入公益熱情的心理卻是完全一樣 今年各界共推薦多達147件參加徵選 最後選出26位個人 及24個團體獲獎 只要每一個人在你自己的 這個工作的單位裡頭 崗位上 你只要把你的熱情 跟你的一些創新的想法 再發揮出來的話 它會產生一些力量 透過他們在社會各角落 五四的奉獻 讓社會教育得以蓬勃發展 然後能夠順勢而為 讓我們社會更好 那我很開心能夠得到這樣的一個 台灣行報記者 蔣凱俊採訪報導 � 感谢观看